孔文吉委員,因為我們已經練過一次了,所以你只有五分鐘,不好意思 私底下給 原則上給五分鐘 孔文吉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可不可以請交通部長跟公路總局局長 葉部長,吳局長 孔委員你好 部長你好,辛苦了 我還是搶在最後一個來要問 第一個是國土保益專案小組 這個是行政院已經成立了 去年12月12號成立 早上我也聽過我們幾個原住民立委的發言 包括簡多民委員,這個都有講 這個會不會放棄我們高山地區的道路 會不會放棄 這個我們請局長來說明一下 跟孔委員報告沒有所謂放棄這樣的一個說法 對,沒有放棄 但是行政院長講說高山地區的農路以後就不宜再興建了 道路不宜再興建 至少在我所理解的省道的部分是 院長的意思是說如果目前不存在的一些高山公路 就是一千五百公尺以上的如果是目前不存在道路就不再興建了 那因為我上禮拜五才在行政院會在這個質詢行政院長 我還特別跟行政院長講說中橫公路不要放棄 沒想到過了幾天 你們行政院成立一個高山國土保益專案小組 這個讓我們這些中部地區的這些和平鄉的 他們都很驚訝 院長並沒有提到台八線的部分 那現在就是說台八線的部分就是在看這個地址的穩定的狀況 有一個研究計畫會出來 那這個只要地址一穩定的狀況 我們還是適合去把它修復 這個中橫公路的封山令 這個封山令就是暫緩興建中橫公路 這個已經15年了 從那個921到現在15年 那你們這個報告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建議 建議說這個地址已經去穩定了 我們中橫公路 我們可以台八線的這個可以開始來 這個報告是跟委員報告 這個報告6月份會出來 但是這個報告出來 就是說那個地方的地址是不是已經穩定了 那如果還不穩定 那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已經穩定了 當然就可以開始去做一些事情 好 這一個 所以這個葉部長 江委員他有特別說 邀請你去中橫公路看一下 好不好 是可以沒問題 你有時間的話 我一定會設法挪出時間 這個前委員也邀請你去什麼台19線 台20線那邊 台20線動工 那我跟江委員也邀請你去中橫公路 對 這我事實上本來就跟公路總局講了 我希望那個安排時間去看台8線跟台20線 目前的情況 希望部長能夠克服萬難 兩個小問題 我希望部長跟總局局長這邊 就是希望能夠同意 南橫公路什麼時候通車 這個跟公委員報告 目前呢就是說 在這個梅山口到向陽這一段 那我們的工程陸續會在 這個4月份左右能夠來完成 但是這個完成的部分呢 是就是說還是一個變道的狀況下面 那我們必須要確保民眾通行無語的時候 在管制下來通行這樣 南橫公路是一個很大的政績啦 我認為啦 算是很大的政績 應該要辦通車典禮嗎 這個跟委員報告啊 因為目前在這個秦河道 梅山口這一段啊 它事實上它還是一個變道 所以它並不是我們一般的這個省道 所以如果說 地方的民眾需要一些所謂的這個儀式啊什麼 我想我們會配合來來做必要的安排 部長這個南橫公路要不要辦通車典禮啊 我想就是照我們公路總局剛剛的建議嘛 我們在那邊辦一個儀式啦好不好 那那個 而且那個時間我看前後怎麼樣 我剛好 剛剛也答應委員要去看一下南橫 所以說不定可以利用那個方式 去瞭解市場 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小問題 蘇花改啊 這個開工了之後死了不少人 公路總局局長你也知道啊 我們可不可以辦一個祈福儀式 我想我們可以啊 大家來看看怎麼樣配合 好不好 因為你那個有經過五塔的公墓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動工啊 到現在啊 我是處理不完 這個顯明的這個陳情案 可以啊 所以我是希望啊 這個都是小問題 辦一個祈福儀式嘛 泰雅族的祈福儀式好不好 蘇花改祈福儀式 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啊 呃這個觀光局這次辦那個 南投那個台灣燈會 辦得很成功了 我想局長你就不用上來了 辦得很成功 謝謝 這個台灣燈會 謝謝 也謝謝南投縣政府 還有委員的這個協助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孔文吉